蘇格蘭大概有108家酒廠 那每一家酒廠幾乎都是釀石酒起家的 那你如果有在瓶子上面看到 比如說他打1824、1800 其實酒廠的歷史都比這個還要再久 因為之前都是石酒 他只有在他註冊 就是上面寫的那一年 比如說我寫1824 他就是那一年不小心被抓到 所以要從那一年開始登基立案 開始繳稅 那其實很多酒廠的歷史都非常的久遠 那麥格蘭是因為劉森先生 開始在地教裡面去釀酒 那這種施酒的所得呢 是用來修繕教堂 或者是救助當地一些比較困苦的人民 所以呢其實他的角色 有點像是台灣的廖天丁 就是遊走在法律邊緣 亦正亦寫的一個角色 那你知道施釀酒最怕什麼 怕什麼 火災 火災也是啦 但是那時候沒有火災線 最怕政府去查氣 課稅 所以呢 他把它釀酒用來成年的橡木桶 都放在那種布道的神桌下面 還有那種教堂的柱子裡面 還有那個用來墊棺材下面那個 因為棺材上面要蓋布嘛 對不對 那其實當地的椰子有記載很多這種 他的一些有趣的一個事蹟 那這個教堂呢現在在島上 他算是一個遺跡之一 那島上除了有教堂啊 高雲騎士之外 其實有一個很特殊的風景 如果各位貴賓有去的話 一定要記得要去看 那這個風景呢 在後面會跟各位介紹 那這個酒廠呢 創立於1798年 那在北威59度的地方 奧克恩群島的地方 那這個島呢 就在各位看到這個地圖的最上方這裡 那他是蘇干最北的威士忌酒廠 那北威59度其實非常靠近北極圈的 60.5度以上就算北極圈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其實這個島他非常的有趣 他一開始不是蘇干的領土 他一開始是挪威的領土 那挪威的公主嫁給蘇干的國王 所以這個島是個家庭 那他大概被蘇干統治了大概600年而已 所以呢島上到現在 他們還是信奉那種北歐神話 北歐文化 那北歐文化裡面呢 就是最有名的就是維京人 各位有看過維京人嗎 就是戴著頭盔頭上有兩隻腳的 那北海小英雄 北海小英雄那我看過 我定頭耶 你的年紀給我採訪 那我大概知道你的年紀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他們島上居民到現在 三個人裡面 有一個是純正維京人的後印 我抱歉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全球品牌大使 就是大概就是這樣 看起來非常的彪悍 那你去島上的時候 千萬不要找他們喝酒 他們都很厲害耶 那個酒量都非常好 那這個島呢 其實因為有維京人化的背體 所以到現在 他們還不覺得他們是蘇干人 他們覺得他們是維京人 最大的不同就在他的服裝上面 有沒有看過蘇干群 有 蘇干群有格紋對不對 對 每個格紋代表每個家族 但是他們島上居民穿的蘇干群 是沒有格紋的 是黑灰色的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是維京人 那包含到這個酒廠的logo 六上角 那個logo 看起來像什麼 有沒有覺得它像盾牌 就是維京人的盾牌衍生出來 就是那種非常堅韌不拔的一個精神 所以呢 其實這個酒廠 其實在蘇干的酒廠裡面 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存在 因為他的文化背景 各方面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講到維京人 各位第一個想到應該是戰士跟海盜 對不對 大家對維京人的聯想都是這樣子 但是呢 因為這是我們集團的品牌 那我們 國外跟我們講維京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想法跟各位一樣 戰士跟海盜 結果我酒廠跟我們說 膚淺 維京人不是只有這樣子 所以呢 後面呢 其實蘇干就是海盜帕這個酒廠 做的一些酒款 慢慢會融入這種維京文化 讓大家藉由這個酒款呢 去了解其實維京文化比較不同的一面 所以今天各位可以去 一窺它神秘的一個風貌 那島上呢 我們剛剛有說過有酒廠 那這個另外一個呢 比較特殊的風景就是這個巨石曲 那這個巨石曲其實是世界十大遺址之一 那它有點像是金字塔 它是一個謎 因為到現在呢 沒有人知道它是怎麼站那邊的 你看到這個時柱 大概每個大概1到3公斤 不等 但是你從上空往下看就是這樣子 它就像是一個手錶的刻度 圍到一個圓圈所聳立 那這個是島上非常著名的一個風景 那再者呢 因為北約59度的地方 非常靠近北極 所以呢 它每年夏至的時候 太陽是凌晨2點才會下山 所以呢 如果你選在那一天 在這個地方喝酒 你的酒量會變得非常好 因為怎麼喝天都是這樣 喝酒特別寬 但是呢 那邊的GIMI已經訓練過了 所以酒量都非常的好 那島上因為在北約59度的地方 所以很多你覺得理所當然的東西 在那邊通通不成立 因為其實島上的各方面的東西 沒有很便利 那很多的地方還是需要靠人力去獲得 比如說搬運項目筒啊 然後販賣啊這種東西 那所以呢 其實島上呢 很多酒廠還保留那種非常歷史 就是斑駁的一個風貌站 那如果呢 真的有辦法到這個奧克尼這個群島的話 記得衣服帶多一點 因為那邊呢 每天震風是6到10幾 那平均溫度呢 是-4度到14度 而且那個風是刺骨的那種冷 所以呢 其實有辦法到這邊的話呢 就是記得衣服多帶一點 那這個島是值得你去的 那保險記得保高一點 因為震風6到10幾 那個飛機飛起來其實不是很安穩的 輕度退風 你做的時候可能會有點 你要看你信什麼叫 最好要唸一下這樣子 那 維京人呢 其實我們想到就是戰士跟海盜對不對 那其實 維京人呢 這邊各位要猜一下 我們來猜一下 維京人他最主要的職業 除了戰士跟海盜之外 你覺得還有什麼 比較有可能 欸我有聽到欸 這個很快 還有一個機會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木農 欸這個有研究 真的嗎 真的正確 那其實我剛剛說過 其實島上在北歐59度的地方 物資不是非常的豐富 所以很多東西都要自給自足 所以他們第一個工作是務農 那再者另外一個職業叫做藝術家 那其實呢 其實呢 在北歐的文化裡面呢 他們有他們自己獨特的審美觀 所以呢 你會發現他們的戰船 上面都有雕刻對不對 所以他們天生是個藝術家 有他們自己的審美觀 包含到他們的建築的風格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那 男性貴賓可能比較要了解 有一個車子的品牌 VCATO的 VOVO VO對不對 那VOVO這個品牌呢 其實你會發現他的外觀 設計跟德系跟日系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自己獨特的審美觀 因為他一個簡約的一個美學 所以這種東西呢 其實就是北歐文化裡面一個 非常獨特的一環 那 包含到他的建築風格也完全不太一樣 等一下會有圖片 那在北歐的這個地方呢 之前是信奉天主教 那北歐有很多樹林 所以他的天主教的教堂呢 是用樹木蓋起來的 那這個圖片各位可以看一下 跟你想像中的教堂完全不一樣 那全盛時期在這個地方 大概有一千多座的教堂 但是到現在呢 大概只保了大概三十座下來 因為你知道木頭 要保了那麼久的時間 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那在這三十座教堂裡面呢 其實最有名的是在沦威 這個VOVO這個教堂 在他門板上面呢 有一個圖騰 那這個圖騰就在各位右手邊 看到這個圖片 那這個圖騰呢 他代表一頭獅子 踩著一條繩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北歐神話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很喜歡看故事書的話 我們東方的神話 還是大部分的神話 最後面都怎麼結尾呢 英雄終於戰勝了邪惡 王子跟公主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生活 點點點大約都是這樣子 但是在北歐神話裡面 沒有這回事 他們覺得有毀滅也差要重生 光明伴隨著黑暗 所以這個圖騰呢 獅子踩著蛇 代表善跟惡永恆的鬥爭 所以這是一個循環 那這個呢 我的瓶子都不見了 沒關係 這個就會出現在新的 HIGHM PART9款上面 那他瓶身上面的圖騰呢 就是上面這個圖騰 這是他們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呢 各位貴賓可以藉有這個新的9款 開始呢去贏 就是北歐神話 或者是北歐文化裡面那個 跟我們認知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最近呢有一部電影 那各位貴賓如果還沒去看過的話 先說一下抱歉 因為等一下會稍微提到一下 這部電影應該有看過齁 雷聲索爾 雷聲索爾出到第三集了 那第三集的標題叫什麼 朱神黃昏 朱神黃昏 那在北歐神話裡面他們有一個預言 阿斯卡就是他們住的地方 最後終將暈落 暈落之後呢才會重生 這是一個循環 那各位貴賓如果有去看電影的話 電影裡面有一個很巨大的火焰的巨人 叫蘇爾特 叫蘇爾特 蘇爾特 蘇爾特這個火這個元素 就是海恩帕上一支出的九塊 就是FIRE 就是從那個巨人出來的 所以呢這個 這部電影裡面其實有描述很多 海恩帕九塊裡面的文化 所以你還沒有去看的話可以去看 因為這部電影還蠻好笑的 那還蠻好劇的 就是還蠻好看的啦 那這個諸神黃昏呢 就是整個北歐神話的主軸 就是最後一定會暈落 雲落之後才會重生 所以跟我們認知的神話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呢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喝我們今天的第一款 全新的海恩帕十二年 那這個是他的評審 就是你剛看的那個圖騰的 完全是在這個評審上面 那這次十二年呢 今年的十二跟十八